這個學生小孩開學掛嘴鞍出現一個問題 說這個二棟嘴鞍 對國秀四年以上的學生來說 像世界根本就掛不到 結果是二棟嘴鞍 狀狀的變成浪費 但是 若是多人大人的嘴鞍 一星期你可以掛兩片 每天去學校上課都要掛 根本就不夠用 家長跟學生都很困擾 拜拜 國學開學 國學開學 國學小朋友在那邊掛嘴鞍 都掛嘴鞍 不像小看他們掛嘴鞍 都是大人用的 有點太緊 有點緊 然後呼吸有點 呼吸有點 是 國學學生的學生 看這個孩子掛嘴鞍 掛在臉上最難 只能用大人的 但是大人的嘴鞍 一次只能領兩片 那是厭護每天最好 根本不夠用 疫情可能要很久 所以口罩可能會不夠用 政府看來李董嘴鞍 有學年症 立體眼鏡 是受到悠悠班在掛 另外一種學年期 扁明眼鏡 是消耗三年左右在掛 有個幫孩子 買到消耗的扁明眼鏡 家長只能一間一間 又叫什麼 他非常小的話 他根本耳朵戴不下的 如果我是大人 他又大了一點 所以我要跟他綁一個小耳朵 因為剛開學 如果說他每天消耗的量比較大 可能就會比較多 領上小的李董嘴鞍 不可以用 就頂去農會 如果多領大人的嘴鞍 一次只能領兩片 又不夠用 所以開學嘴鞍 使用六千家 家長都希望 政府配合制度 可以做出條件 讓必須要看大人嘴鞍的